提到俄罗斯这个国家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战斗民族这个词 而在军事领域上 对于俄罗斯最深刻的印象则是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众多 甚至能够让美国敢怒不敢言 可除此以外 剩下最多的印象便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似乎一直都是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会存在这种现象 主要原因就在于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在继承大量军事武器遗产的同时 也继承了大量的国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经济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 而俄罗斯著名的黑海舰队 更是因此被打上了贫穷的标签 其中驱逐舰服役51年 救援舰更是服役107年 首先是服役51年之久的敏捷号驱逐舰 这艘驱逐舰于1966年开工建造 并在1969年正式服役 起码在排水量约4700吨 装备两座双臂式散 等于一防空导弹发射架 两门AK726舰炮 以及一座五连装533毫米鱼雷管 就那个年代的实际战役配备来看 敏捷号驱逐舰绝对算得上是一款优秀的驱逐舰 尽管在1994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对外宣布 这艘驱逐舰正式退役 可由于国家驱逐舰数量问题 到了1997年的时候 又被迫重新加入俄罗斯海军部队之中 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这艘驱逐舰才真正告别了俄罗斯黑海舰队 并退役改造成为博物馆 至此 这艘驱逐舰服役时间已经达到了51年 而黑海舰队的另一艘公社号救援舰 则更加夸张 早在1912年的时候 这艘救援舰便已经开国建造 到了1915年的时候 正式交付给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服役 在二战时期 这艘救援舰还曾经不止一次的遭受德军轰炸 虽然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之中 这艘救援舰曾经三次经历过翻新升级和改造 但如果从正式服役开始计算的话 时至今日 公社号救援舰的服役时间已经长达107年 也正因如此 西方诸多国家才会调侃 俄罗斯黑海舰队未免太过贫穷 到了今天依旧在使用年纪比苏联还大的救援舰展开救援行动 不仅如此 因为这些战舰的古老 外界还对俄罗斯的真实国防实力表示了质疑 在一些国家看来 连像样的战舰都没有的情况下 俄罗斯真的能够被称之为军事强国 尤其是和中美两国相比 当中美两国不断有万吨级战舰入水时 俄罗斯却没有相同的表现 这不禁令人质疑 俄罗斯是否能够与中美的实力相提定论 关于上面这两个问题 其实答案是肯定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虽然贫穷 但这并不代表俄罗斯的国防实力已经衰弱 要知道在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就将主要发展重心放在了核武器上面 俄罗斯深知 如果比拼常规武器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和美国抗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保证自己作为世界第一国土面及大国的安全 国防重心就只能放在核武器上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